最神奇的十个生活技巧 吹风机秒变简易吸尘器 粘在头发上的口香糖轻松去除 第一名更是用一根小小的火柴 就解决了没钥匙开锁的难题 本期的好奇指南针 就和大家一起探究这些最神奇的生活技巧 点击订阅让我们出发吧 第十名 简易架子 对经常做饭的朋友来说 日常拿取很烫的东西 一定会很让人头疼 例如要捞出刚煮好的鸡蛋 直接用手拿太烫了 用凉水冲几遍又太麻烦 其实大家完全没有必要 为这点小事特意买个厨房夹 只需要一个不起眼的燕尾夹 和随处可见的勺子 就能摇身一变成为厨房里的得力助手 简易防烫夹子 把两个勺子的握把部分 插入燕尾夹的两端 再同时按下另一端 你就会发现 一个简易而实用的防烫夹子诞生了 有了它 加取刚出锅的煮鸡蛋 蒸好的包子 或是任何你不敢直接触碰的食物 都能轻松加起 再也不怕烫手了 而且 这种简易防烫夹子的制作极其简便 几乎不需要任何额外的时间和空间成本 急做急用 用完急拆 完全不会占用你宝贵的厨房空间 勺子在完成夹子的使命后 又能迅速回归其原本的角色 继续为你烹饪美味佳肴 真正实现了一勺多用 一举两得 大家在做饭过程中 还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垃圾 使用吸尘器会太笨重 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接下来 这个小发明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第九名 吹风机变吸尘器 你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 家中的某个角落 不慎散落了一些细小的灰尘或碎性 而传统的吸尘器又显得笨重不变 这时候 利用家中常见的吹风机 纱布和矿泉水瓶 就能轻松打造出一个简易而有效的吸尘器 制作方法很简单 你只需要取一块干净的纱布 轻轻覆盖在吹风机的出风口后方 确保纱布固定稳妥 这一步的关键在于纱布的选择 它能有效阻挡大颗粒灰尘 进入吹风机内部 同时保证足够的空气流通 以产生吸力 接着 拿起一个空的矿泉水瓶 将瓶口牢牢地套在吹风机的进风口上 一个简易的吸尘装置就完成了 打开吹风机 调制冷风或中低档风速 你会发现 随着吹风机的运转 纱布后的空气被强力吸出 同时通过瓶口产生的吸力 可以将周围的灰尘和碎屑 一一吸入瓶中 这个过程既环保又经济 而且操作简单 非常适合处理桌面 键盘缝隙等小范围清洁工作 看来 不能单单只把吹风机 当作吹头发的机器使用 经过改造 它还能发挥很多其他的用处 第八名 笔心修雨伞 马上就要下雨了 雨伞上的伞珠却不慎脱落 这可怎么办 别担心 你不需要冒着大雨去买新雨伞 只要有一根废弃的水笔心就好了 找一根空的水笔心 接下来 它将变身成为修复雨伞的小工具 首先 用剪刀将笔心截取一段合适的长度 接着 利用打火机巧妙地加热它的一端 轻轻按压形成密封 防止水的渗入 随后 在笔心三分之二的位置 再次加热 并用剪刀夹捏出一个稳固的凹槽 这个小措施将成为固定散布的关键 最后 拿起针线 就像缝补衣物一样 将这个自制的小散珠 细心地缝制在雨伞的对应位置 缝制时 确保线节牢固 凹槽与散布紧密贴合 这样一来 即便是遇上大风大雨 也不用担心它会轻易脱落 这样 不仅废物得到了在利用 还让我们的雨伞 重新可以使用 继续陪伴我们 度过每一个雨天 下雨天过后 你可能会遇到下一个问题 衣服受潮吊骰了 不用叹气 接下来的技巧 就能让你的旧衣服 重换生机 相信各位家里 一定有很多穿不着的旧衣服 在衣橱里放着 久而久之 就受潮褪色了 即使之前再喜欢 也得忍痛把它扔掉 但其实 有个小方法 能让褪色的衣服 重新变心 用啤酒 食盐和白醋 就能让褪色衣物 重换光彩 首先 准备一盆温水 加入半瓶啤酒 这不仅能让衣物纤维柔软 还能帮助它恢复颜色 接着 撒上少许食盐 食盐的固色作用 能让衣物颜色更加持久 再滴入几滴白醋 白醋的酸性环境 能有效去除 衣物上的残留物 同时增强颜色的鲜艳度 将褪色衣物 完全进入这盆特制的 换心液中 轻轻揉搓几下 每一处都确保 均匀浸泡 然后静置一段时间 让衣物充分吸收 这些成分的力量 最后 把衣服用清水 冲洗干净 晾干即可 你会发现 原本褪色的衣物 竟然奇迹般地 恢复了原有的色彩 就像刚买回来时 那般鲜艳如新 如果因为吊晒 再去买一件新衣服 浪费不说 就衣服还会被堆在衣橱里 收拾起来也很麻烦 知道了这个小技巧 我们就可以再次穿上之前喜爱的衣服了 说到衣服 大家肯定会经常使用网络购买它 网购虽然便利 但自己的名字 家里的地址 都会显示在快递单上 有可能会被有心人利用 危害财产安全 别怕 接下来的小技巧 能帮你快速隐藏隐私信息 第六名 风油精去除快递信息 网购时 快递盒上贴着的个人信息 很令人烦恼 把它接下来太费时间 不管它 又怕隐私泄露 你能想到吗 一瓶小小的风油精 就可以轻松解决这个问题 当快递送达 先别急着拆开 取一滴风油精 轻轻滴在快递单上的个人信息处 风油精中的特殊成分 能够迅速渗透纸张纤维 与油墨发生反应 使自己逐渐模糊 直至完全消失 这个过程 就像是魔法一样 悄无声息地抹去了那些 可能暴露我们隐私的痕迹 处理完毕后 再安心地拆开包裹 享受购物的乐趣 这样的小技巧 不仅简单易行 而且成本低廉 是保护个人隐私的实用妙招 风油精作为家中的常备药品 除了趋纹值养外 其多种妙用让人惊喜 你还知道风油精的其他妙用吗 如果知道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里分享给大家哦 第五名 小保鲜袋 如果你经常做饭 那么家里一定会有很多的调料 花椒 大料 姜黄粉 如果每一种调料 都买个调料罐放在里面 那会既浪费空间 又不便使用 其实 利用菜刀 就能把这些调料分门别类 放在一个个小保鲜袋里 非常方便 让厨房的收纳与烹饪 都变得更加得心应手 首先 将菜刀置于炉火上方 小心烤热至适宜温度 这时候 要注意火候控制 避免温度过热 损坏刀刃 随后 用这把微微发热的菜刀 轻轻划过干净的保鲜袋 你会发现 保鲜袋竟能沿着刀刃的轨迹 干净利落地断开 形成自然的密封边缘 这样一个简单的步骤 就自制了一个小巧的密封袋 接下来 将花椒 大料等常用调料 装入这个小保鲜袋中 轻轻挤压排出多余空气 再次利用热刀边缘 进行简单封口 一个寄密封 又便于取用的调料包 就完成了 这样的存放方式 不仅能让调料保持新鲜 还使得厨房空间更加整洁有序 每当烹饪时 只需轻轻一丝 调料便随取随用 让你做饭过程更加轻松愉悦 第四名 去除老茧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手部脚部难免会因为摩擦 而截出老茧 它不仅影响美观 还有可能磨损衣物 其实家中常见的护肤小物 妈妈的擦脸油 就能成为解决这一生活 小困扰的帮手 无需复杂的程序 只用拿适量的擦脸油 轻轻悬开瓶盖 用化妆棉占取其精华 随后 将这满载着滋养成分的化妆棉 温柔地覆盖在老茧之上 轻轻按压片刻 让细腻的油脂 缓缓渗透进肌肤 无需等待过久 几分钟的时间 老茧便得到了擦脸油的滋养 渐渐不见了 几次尝试后 你会发现 那些曾经让衣物受伤的老茧 逐渐软化 肌肤也恢复了往日的柔嫩与光滑 如此简单而实用的方法 不仅对我们的皮肤有好处 增加了美观性 还减少了衣物不必要的磨损 真可谓一举两得 第三名 沙发清洁 家中的沙发 作为休闲放松的港湾 长期使用后难免积攒灰尘 但沙发结构复杂 难以进行全面清理 表面材质也会成为 沙发清洁中的一大难题 别担心 三招妙计 让你的沙发焕然一新 给你的日常生活 增添一份温暖舒适 首先 面对沙发的污渍 我们需要一个小喷壶 往里面加入几滴花露水 适量的洗洁精和白醋 再兑满清水 将液体轻轻摇晃 一份去污神器就做好了 对准污渍轻轻一喷 先轻视沙发表面 再重复喷洒 静置片刻 最后用软布一抹 顽固污渍悄然无踪 沙发重现清新本色 至于不易沙发的日常除尘 其秘诀在于借力打力 铺上一块干毛巾 手持软物轻轻敲打 灰尘便如魔法般 被毛巾吸引 轻松告别 灰尘困扰 沙发恢复整洁如新 而沙发角落的 煤迹与暗沉 别担心 可以用小苏打和洗衣粉 将其去除 取两者适量溶于水中 近视百节布 温柔擦拭 煤变区域 不一会儿 煤子悄然退去 沙发就可以重现 往日光彩 这三招生活小智慧 既可以让沙发清洁 变得简单又高效 又为家居生活 增添一份清心与惬意 第二名 去除头发上的口香糖 日常生活中 偶尔的小意外 总能给我们 带来些许困扰 比如头发不小心 与口香糖 来了个亲密接触 口香糖死死粘在头发上面 怎么也拿不下来 别担心 这时候 一瓶普通的可乐 就能成为你的救星 让这小尴尬 轻松化解 当发现头发 被口香糖粘住时 首先保持冷静 千万别急着用力拉扯 以免发丝受损 然后取出一瓶冰镇可乐 将适量可乐 缓缓倒在 口香糖与头发的交缠处 让可乐的糖分 与酸性成分 与口香糖 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静待片刻 你会发现 口香糖逐渐变得柔软一曲 这时 用指尖或梳子轻轻梳理 口香糖便可顺利地脱离发丝 让你瞬间解脱 当然了 如果你有其他地方需要去除口香糖 也可以采取同样的方法 比如客桌下黏着的口香糖 时间太久都已经干硬了 可以用可乐把纸巾打湿 轻轻覆盖到口香糖的位置 把它接下来 可乐就能去除口香糖 这个技巧你一定没想到 而最后一个登场的小技巧 则更是出人意料 谁能想要一根小小的火柴 能用来开锁呢 第一名火柴开锁 当你不小心被锁到家门外 家人还要很久才能回家时 一根小小的火柴就能帮你脱困 首先 拿起手边的螺丝刀 轻轻地在火柴头上刮下一层火药 记得动作要轻 避免火药达到燃点 接下来将这些火药碎片慢慢捣碎 直到它们被捣成细腻的粉末 随后将这些火药粉末 缓缓倒入锁芯之中 可以通过火柴棒的辅助 将锁芯一点点填满 填满后 别忘了将火柴杆修剪至合适长度 方便快速点燃 点燃火柴的那一刻 火光跳跃 利用火柴燃烧产生的热气 与火药微反应 巧妙地作用于锁芯内部 啪的一声锁就打开了 当然 这个方法虽有趣 但并非所有锁都适用 且操作需谨慎 以免损坏锁剧或造成安全隐患 所以 即使着急回家 也要小心操作时的力度 耐心一点 不然火药有可能会燃烧起来 看完以上的视频 你觉得哪一个生活技巧最神奇呢 如果你还知道 其他神奇的生活技巧 欢迎来评论区留言互动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可以订阅按赞好奇指南针 下期也会为你带来更多精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